家人们,笑不活了,日本近海发生两直升机相撞了,最近,日本近海又一次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故,据最新消息,日本海上自卫队两架巡逻直升机相撞坠毁,造成一人死亡,七人下落不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天上也有车祸,以使未尽,可以治兴替,以人未尽,可以明得失,欢迎订阅老海说事,飞天撞车,神明也躲不过。 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谁又想到,天上竟然还会有交通事故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两架巡逻直升机,竟然相撞坠毁,这不禁让人不寒而栗,难道飞行员也会遇到陆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想象一下,如果连天空都不安全了,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据日本防卫省4月21日发布消息称,在4月20日晚上10点38分,日本海上自卫队两架正在太平洋执行反潜演习的直升机坠毁,已造成一名机组人员死亡,其余七人失踪,对于这起日本海自近年最大的意外事故,日本防卫省也第一时间澄清一次与中国有关的传闻。 那么,为什么日本自卫队的一次普通演习,竟会出现如此重大事故,又为什么会被怀疑与中国有关呢? 4月20日晚间,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了一艘潜艇和八艘舰艇,以及六架飞机,在日本伊豆群岛的鸟岛以东约280公里的海域进行反潜演习,晚上10时38分左右,三架SH-60K反潜直升机正在海上进行反潜战训练时,突然其中两架直升机失去了联系。 一分钟后,日本海自收到了直升机发出的自动紧急信号,为什么训练要在晚上进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他们的军事飞机在半个小时内,两架直升机都相继坠毁,他们的这两架飞机,本来训练项目的难度就非常的大,况且还是在深夜,深海的晚上,就算有飞机的照明,视线也是很模糊的,如果操作不当,就会葬身于大海之中。 可就是这次,日本军队遭遇了不测,失事的这两架飞机,可是最高端的产品,如果不是人为的是,很难是问题的,但谁也没想到,这种高端产品,竟然跟波音一样,毛病也是漏洞百出,各种性能出现问题,网友们也是纷纷猜测,到底是因为什么。 最近这几年,日本政府也是持续地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天天和美方商量,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对付我国,在训练方面,自然而然地就会增多,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尤其是在晚上,飞行员的身体素质,肯定有所降低,这次的训练,在以后会针对谁,那必然是中国,但谁能想到,还没对中国实施手段,自己倒好。 损失了两架直升机,目前日方已经打捞出了一名飞行员,剩余的七名还处于失联状态,一句话送给他们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不仅仅是日方坠毁了飞机,俄方在最近也坠毁了一架战斗机,目前,俄方方面传出了一条消息,传说中,他们拥有最厉害的轰炸机坠毁了。 俄罗斯相关部门表示,这架战斗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幸坠毁,所幸的是,飞机上的所有人员全部跳伞成功,根据媒体报道。 这架飞机是在训练完成返回基地的时候,坠毁于地面,从视频中可以看出,这架飞机在坠毁尾翼当时发生火灾,随着飞机其他部位接触地面发生爆炸,对于这次事件,他们给出的最后结果是,飞机技术出现了问题,这时候,乌方站出来说话了, 他们说,俄方的这架战机是他们摧毁的,乌方相关部门表示,他们的部队成功摧毁了一架轰炸机,在坠毁的前一段时间,曾向乌方发射一颗导弹,随后乌方发射了一枚导弹击中战机,双方各有各的说法,一个是技术问题,一个是说我们击落的,到底谁说的是真的,但是,俄方的说辞也是有一定的可靠性的。 这架轰炸机也是多次出任务,对乌方进行攻击,这架飞机也是一天老旧的轰炸机,所有性能结构都非常的老,可能导致战机的损耗非常的大,他们说,飞机出现毛病也有道理,俄方也不是这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 这几年也是因为战机的使用率很频繁,导致坠毁的事故也很多,但是,俄方也有可能是好面子,不想让别人知道真实的事件,毕竟是一架轰炸机,被别国家击落,也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影响,事发后,周边正在训练的海自舰艇和直升机,就立即开始了搜救,搜救时发现了一名机组成员,但后来确认已死亡,同时也找到了部分悬疑叶片,飞机机身碎片和几个头盔, 并且,附近还发现了两台飞行数据记录器,FDR,后来自卫队共调集了12艘船只和7架飞机,以及日本海宝力量继续搜寻其余失踪的7人 当时这两架SH-60K反潜直升机上共有8人,每架包括一名驾驶员和一名副驾驶,以及两名雷达和声纳操作员 日本防卫省在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认为,这两架SH-60K反潜直升机当时应该是相撞后才一同坠海的 理由是,从救援人员已经找到的两台距离很近的飞行数据记录器,两架直升机的讲液碎片和几乎发自相同地点的紧急信号等迹象判断 表明这两架SH-60K当时飞行距离很近,因此很有可能发生了相撞事故 由于当时共有三架SH-60K在执行反潜训练,因此日本防卫省表示除了分析飞行数据记录器外,也会对第三架机组人员进行询问 以明确详细的坠机原因,除了防卫省表示这两架SH-60K反潜直升机很可能是因为训练时距离过近导致相撞坠毁外 也有日本记者向防卫大臣沐远忍询问,当时现场附近除自卫队外还有没有其他船只,其实他们想问的无非是有没有中国军舰在附近出现 至于2023年日本陆上自卫队一架直升机在宫古岛因发动机故障坠毁后,日本马上就出现了使中国使用导弹或电磁武器击落的传闻是一样的 无非日本感觉自己这些年一直在针对中国加大军事部署,所以中国肯定会找机会反制 因此,自卫队一出世就会第一时间怀疑中国 但日本防卫大臣沐远忍这次就明确表示,事发周边没有其他国家的舰只 也算第一时间将这种会把事故原因引向中国的苗头掐断了 但根据日本2022年公布的安全战略,其一直在加速军事建设和军事投资 强化对太平洋西南部岛屿和东海的威慑能力 而且日本还独自或与美国等其他国家进行频繁的海军演习及联合演习 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将中国海军遏制在低岛链内 所以日本国内出现怀疑中国击落日本军机的谣言 其实源头还在日本政府本身 可稍微具备一点地理常识和翻翻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通报的人 也不会把中国硬扯进这种意外事故中去 因为从地图上看,事发地在日本伊豆群岛苗岛以东约280公里的太平洋中 距离中国大陆直线距离最近也有2000公里 这个距离虽然中国有多种导弹射程可以满足打击需求 但要想在夜间命中两架低空悬停在海面上的直升机 这难度可不是一般的高啊 而且根据一直发布中国军机 军舰通过日本周边情况的统合幕僚监部信息显示 最近只有4月10日有一艘052D,一艘054A和一艘电子侦察船 从太平洋方向通过宫谷海峡返回 不说时间上早了10天,不可能碰上 就从距离上看 从宫谷海峡到湿市海域也有1500公里左右 况且宫谷及周边岛屿都在日本自卫队的监控范围内 任何需要飞行一段时间的导弹都不可能不被发现 况且两架直升机出事时 周边还有多艘日本海次的军舰 也不可能发现不了导弹的踪迹 因此,这起事故按照日本海次退役官员的说法 极有可能是这两架SH-60K飞行员 在反潜训练时 没有遵循规定的二级要保持距离和高度差的规范 在专心使用调放声纳搜索潜艇信号时 无意间导致二级距离和高度过近 从而出现了相撞意外 而由于事发海域海水深达5000米以上 因此,日本可能除了已经打捞起漂浮在海面上的物体外 不会再有太大的收获 而幸运的是 由于海次的SH-60K反潜直升机 因为考虑到在海上遇险的可能 所以其飞行数据记录器与陆自直升机 安装在机体内部不同 是裸露安装在左后部机体外部的 与红外和博条对抗发射器在一起 一旦检测到机体出现不正常的巨大震动时 这里的飞行数据记录器 就会自动弹出并发射信号 由于打捞时,这两个记录器相距很近 所以日本防卫省才做出了二级相撞的推测 不管怎么说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次事故 已经凸显出了其日常训练中的隐患 也就是在大量提升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时 日本自卫队却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日常训练 而日本自卫队又因为招兵困难 会再次放大这种弊端 长此以往 日本自卫队很可能出现在列装大量新式武器装备后 却没有合格的人员安全操作的窘境 不知道他美国爸爸着急不着急 飞机上的人到底都是什么级别的 难道在之前日本海上沉没的军舰 就送走了好几个级别高的军官 不知道这次送走了几个军官 深夜演戏 难道是在做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失联的几人 晚上坠毁 早上才开始寻找打捞 肯定已经遭遇的了不测 难道这次训练就说 每日双方开始对中方的再一次手段 在美非两国进行演练前 日方坠毁的两架战机 难道说老天爷也在帮助我们 他们真是多行 不易避自闭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见